這節文正是展出一項名為諾子清音的中國畫藝術作品展 當中包含來自中國江蘇的國畫家在移民加拿大定居溫高華之後所創作的25幅畫作 作品以畫中有詩的形式 講述對於藝術家而言在江蘇和溫高華之間相同安逸生活的感受 我們一起去欣賞一下 目前在列治文力邦美術館裏面展出的中國國畫書法藝術家蘇建剛的作品 而對他而言他的出生地是江南水鄉 其創作手法和靈感上對他影響很大 移民溫高華之後同樣平靜的生活環境令他在作品上更加浮現出這種寧靜場和 可能是絕對性的影響 因為包括我喜歡溫哥華也是這樣 他某種程度上跟江蘭文化的城市氣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有山有水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呢同時比如說就是文化比較多元化 比較包容性強 能夠在我原來比如說學習繪畫的一些基礎上呢得到也不少養分 所以裡面有一些題材雖然是穿著這個中國古代繪畫的外衣 但是他畫的也是加拿大鵝啊畫的是鹿啊什麼一些動物 這些題材在我以前在國內還是沒有嘗試過的 《春光木牛圖》是今次展覽中代表作之一 亦都是作者本人最喜歡的畫作 不同於以往我們所了解和木桐有關的題材作品 往往其中人物都是以正面示人 蘇建剛這幅作品打破原有常規 以人物背面示人 希望通過弱化木桐人物的外在 令到參觀人士能夠深入感受到作品本身全地的田園生活 如果說假如說這個畫面是面對著觀眾的話 那勢必至於觀眾會多關注這個人長得帥不帥啊 開箱開得怎麼樣 是年紀大的還是年紀輕的啊 他忽略了他比如說他這個 牧牛就是吹笛牧牛這個狀態 所以你背對觀眾的話我們去想像他的臉 可以是任何人 但是同時呢感覺是語音繚繞 能夠聽到這個湖面上 加面上這個悠樣的笛聲 畫外有感覺這個是我想表達的 蘇建剛又認為張詩納入畫作 對於傳遞畫中含有發揮關鍵作用 詩詞的融入往往令到作品更為生動具體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一幅畫 一幅就配詩的那個作品的話 他的靈魂其實還是詩更重要一點 所以我在詩詞的選擇過程當中呢 首先對這個如果是古詩的話 他的背景啊甚至是對這個 他的意見表達其他的意思 你要有一定深入的了解之後 你再可以比如說 今次的中國畫藝術作品展 將會在9月20號結束 今天的休閒活動指南就講到這裡 你會不會對這個 再告訴我們 有關鍵